大家好,欢迎来到冲碳房产 有些客户问我,爱装太阳能好不好 因为我不是太阳能行业专业的 所以今天专门请来了Ivy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她在太阳能这个行业 知识也比较丰富,会跟大家讲会比较合适一些 因为客户通常问,我装了太阳能是要多少钱 怎么装呀,因为市面的选择也蛮多 那选什么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有Ivy跟我们分享一下 能不能分享实际的案例 就是给客户装饱,可以的,可以的 首先非常高兴见到各位 也很感谢Nancy给我这个机会参加我们的访谈 所以在太阳能行业确实是说它比较小众一点 然而太阳能确实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业 我们通过很好的为客户去做评估 通过很好的为客户去做proposal,做方案 可以让客户的电费这一块最多节省百分之七十 就是我们再了解客户的具体情况 了解到去为客户做出恰当的方案 因为最近听说跌费要涨价了吗 加州已经涨了吗 可能就是我们Las Vegas那块大洲跌费要涨价了 有些客户的话就是开始咨询起来 那等太阳能的话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租一个是买断 没错 这两个的话各有利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可以的可以的 像太阳能够怎样去做最省钱 取决于我们如何去使用最省钱 取决于我们怎么去使用tax credit 从2020年开始联邦发布了反通常法案 为我们每个纳税人提供30%的 energy的一个tax credit 我们要量我们要很好把它使用起来 因为税务的这个就是credit 所以知识还是用到蛮多的 你要不懂的话可能还是挺贵的 确实是蛮贵的 那你用之有到就是借助国家的这个税务的这个credit 合理降低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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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如果是说我们平时都是纳税人 我们要交很多税 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用none 用purchase的办法或者cash 这些都可以为你带来很大量的一个退税 那跟买完一样吗 那如果说我没有及时付这个 因为房子可以被握收的 那如果说客户这边没有付这个太阳能 会怎么样子的 ok 这有个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最近有看到房产的话 hot house今天客户发给我 他说我的邻居 这个就是说政府回收了 这个的话 那我是在想的 既然凡是贷款 都有责任 都有条款 所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就是要提到个小的名词 叫做UCC-1 ok 我们太阳能公司当然不会把令 放在你房子上面 但是呢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 我们会放一个令在系统上 我们就说这是我的 你知道吗 就无论 你不要把我的系统 对对对对 都会要跟你来沟通 所以这个 对系统还是要 假如说他要transfer 什么transfer的话 一旦这个房子它进入这个transfer 比如说进入escrow了 你可以我们可以随时打电话 到太阳能公司 到财 应该是叫太阳能银行 这里我说一下也是我最近问Ivy的一个问题 那给客户买房子的时候呢 这个房子有太阳能的 那太阳能的话 我们提前在due date的时候呢 就问清楚 这个是否可以转接transfer 那问的答案呢 如果说屋主自住的 那个太阳能系统是允许的 如果说是投资或者vacation home 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如果有太阳能的这个房子呢 请买家 新的买家 一定要问清楚是否可以transfer 如果transfer 会有什么条件这个transfer的时候 其实任何可transfer的deal 步骤都非常的简单 只要两步 第一步呢 我们就打电话去银行 说我要transfer 他会给我们一个form填号表 对 第二步呢 就是请buyer 来做个credit approval 他的credit通过了 直接签个字就搞定了 对 其实很多人会 会很担心这个会不会很复杂 其实 当我们已经做了无数次之后 对 我们并不会觉得这事情很复杂 它就是有点琐碎而已 但我们可以一定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但是从买家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这个是四年之前 客户自己做的一个太阳能 那这个transfer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是买家经济 那这个balance的话 要我的买家的话 用cash去买贷 它本来是贷款的 可能这个时候呢 也会影响你的贷款 和你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预算 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只要有太阳能的这个房子的话 一定要把这些就是说数字 这些钱弄清楚 这样子的话 我们顺利的就是卖房 同时如果说你是卖家的话 方法是什么呢 提前告诉这个买家 不想让买家这边的话 做了duty的说 不想买了 或者放弃了 又耽搁你的这个时间 所以的话 那卖家的话 也自己打电话 问一下太阳能公司 他们这边的话 能不能 这个就是到底什么手续 什么情况 这样子的以便利的这个买房卖房的这个成功 嗯 对对对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